日本养儿不防狼 我公公今天已经82了 身体还是比较硬朗的 但是和前两年相比呢 我感觉好像有点体力跟不上了 我家的院子是1000平米的那种天然草坪嘛 每年是都需要除草的 前两天我婆婆打电话说 从今年开始的要交给我老公 我公公呢就即使是力不从心 她也从来没给我老公打电话让帮忙 日本人就是从小教育 尽量不要给人添麻烦 就即使是自己的孩子 他们也是同样的想法 公公以前就说过嘛 生活比较困难的时候呢 他们就去养老院 肯定不可以麻烦我老公 因为她也知道我们需要养孩子嘛 就觉得养孩子已经很不容易了 但是老家1000平方米的那个院子怎么处理 看我老公真的心特别大 她说反正就是听父母的呗 我感觉我公婆呢 完全没有那种养儿防老概念 但是其实呢 日本是有赡养老人义务的这个说法的 只不过就是我公婆这一辈人开始 他们的经济呢就是比较独立 不和子女在一起生活呢 他们也可以过得很好 在日本还有一个说法 比如子女因病或者事故去世了 父母呢并不是法定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第一顺位继承人呢是配偶者和孩子 如果是有孩子的这个情况呢 即使父母健在 他们也是拿不到去世子女的这个遗产的 这个呢和我们国家就不同了 我们国家是父母 配偶者 孩子 是法定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日本不光是孩子特别独立 父母呢也非常的独立 你们是怎么看待日本养儿不防老的这件事情呢 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